接著請十念的代表阿Sam 大家好 我是十念的發言人葉錦龍阿Sam 我討厭政治 相信是現在在電視機前面 很多的香港市民的想法 我都很討厭政治 沒錯 政治的事情一天都延長 但是很可惜 政治就發生在你和我的身邊 人大常委會831框架 一個爛產方案 一個假的方案 竟然可以威逼全香港的市民 先待著 還要是待一世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天路人員連掛著Banner 聽到這句話都會掉下來 可想而知是連天都不接受這件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梁振英特首還可以竟然對著議員們的質詢 說他指鹿為馬 他竟然說捉到鹿 要懂得脫國 糟了 糟了 那隻國 那隻鹿融 那隻國是中國製造的 分分鐘拿回家 可能會爆炸的 那你說 叫我們怎樣去待著先 怎樣去待一世 因為這麽荒謬的政治 這麽荒謬的民生 社會 政府 一天都延長 不過很可惜 香港回歸了17年 我們的政府 一天給一天腐敗 一天給一天瀕爛 黑警 七警暗角打鑊 知全身停職 到現在未解決 14000元以下的收入 不能夠參與政治 5000萬的梁振英的捐款疑惑 那個外國的合約的疑惑 還未解決 去到現在 還安坐在隔離的特首辦那裏 私私言那樣 看著我們全部香港市民 將會有可能 如果是831框架之下的政改方案 通過了的話 是會去endorse它 是會去加冕它成為補選特首 在這麽情況之下 我們香港人是不能夠再接受 這些這樣的橫漫暴政 所以 無論你是對政治覺得冷感 但是政治一天都是活在你的身邊 所以 我呼籲所有香港的市民 如果你是對政治 或者對代議政制 感到疑惑的話 你一定要走出來 6月14號下午3點 我們是對政眾 維園的遊行 以及我們接著下去 一直到18、19號的 滾動式集會 用你的腳 用你的參與 去 告訴香港市民 全體立法會議員 以及中共中央政府 聽我們的決心 我們爭取民主的道路 是將會繼續走下去 所有參與過雨傘運動的朋友 或者是對這個議會政治 仍然是有信心的朋友 更加要走出來 告訴我們議會裡面的70位立法會議員 如果你們今天 如果你們接著下去的投票 你們不錯出一個英明的決定 去否決這個方案的話 你們將會遺臭萬年 香港人將會永遠記住 你們就是賣港賊 多謝各位